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小然 我刚才开会呢 对不起啊 你有什么事吗 阿姨她 走了 本来她一直恢复得挺好的 我们都挺高兴 今天上午我正在上班 小夏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阿姨已经晕倒了 我赶回去把她送到医院 抢救了整整一个下午 十脑医血 没抢救过来 我本来就让你赶回来见她最后一面 可是我一次一次给你打电话 你不听我说话就关电话 要做你就关心了 你怎么难这样啊 阿姨知道阿姨最后一口气 眼睛都闭不上 她一定是在等你啊 很快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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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爸 我知道您走得不放心 您对我不满意 我知道您想让我跟您是吧 安平乐道 制作常乐 我做不到 我特别羡慕您跟我爸 你们这一辈子 遭受那么多不公正待遇 一生清明 还能那么满足 我做不到 妈 您就放进去吧 儿子自己的路 好也好 坏也好 我自己走 您放进去吧 这案子的一面是百分之 爸爸 爸爸 你知道天昊去哪了吗 对不起啊 有点事我待会给你回电话 不好意思 好 您不是今天约好 您去帮他搬家吗 我们是约好了 可是我现在找不到他了 打他手机他关机了 去他住的地方他也不在 爸爸 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大白天的他能出什么事 他今天没开庭啊 他这个星期都没有停 爸 要不然我们报警吧 我真的很担心他会出事 别瞎想了 他能出什么事 他到底去哪儿了 你再打个电话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喂 老哈 知道吴天昊上哪儿去了吗 什么 什么 他告诉你的 什么时候 对 他没告诉我 没事 没事 何牧不知道天昊在哪儿 不用找了 他没事 爸 你快说 他在哪儿 我已经去世了 他回老家本身了 没事 他怎么又没告诉我 这问题应该问你了 你和他的关系不是都已经确理好了吗 他母亲死了 照理讲说他应该带着你回去奔赏 好 就算他不愿意带你回去 他起码也应该告诉你一声是吧 他没告诉你也没告诉我 奇怪的是你走到办法上 打了个电话给老何 帮我们放什么地方 老老 他怎么做 你再让他带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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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带着你 那带着你 我说你还要带着你 不然 他带着你 我是不想态度 可是是一次又一次的提醒 好 爸再态度一次 他如果不是不拿我们单位身上 那就只有另外一种可能 不然家有可能不能让我们知道的秘密 爸 我求您别说了行吗 爸不能不说 你是我的女儿 爸一定要说 晓涛 晓涛如今你怎么还不行 爸 我和天昊的这种关系您现在又不是看不见 那既然两个人相爱就应该彼此信任 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相信天昊一定会回来给我一个解释的 我相信他 这么这么傻呀 爸 您放心吧 他一定会回来的 我先走了 这个地方还真是不错 想想阿姨以后能躺在这里 心里也觉得好受一点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你也别多想了 以后我们经常来看看阿姨就行了 和阿姨认识这么多年 以前 也只是打个招呼 说几句家常话 这回有机会在家里陪护阿姨 没事我就和她聊天 我知道了阿姨那么多事情 你知道吗 天昊 阿姨看起来很普通 可实际上她是个了不起的人 阿姨一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却依然能活得那么淡然平静 辛苦你了啊 小人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你说呢 我想你 留在这儿工作吧 那你呢 我那边刚刚起步 我得回去 难道 我们就这样分着吗 不是分着 你们单位对你不薄 你现在立刻就走我不合适 我那边呢 也不容分心 咱们现在都年轻 以事业为重 好吗 好 听你的 我不回去了 小海 我想问你一件事 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 说 你在那边 没遇上什么人吧 遇上什么人 我是个律师啊 当然天天都要和人打交道 别打岔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小人你现在 不信任我吗 我只是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什么感觉 其实这种感觉已经很久了 你过去多愿意跟我说话呀 就算我好几天不打电话 我也知道你心里在想着我 你总是憋着一肚子的话跟我说 可是现在呢 你总说你在忙 电话一打过去你就在忙 可是我真的在忙啊 而且我每次都把电话给你打回来 是 你是打回来了 你做得很周到 可你只是在旅行公事 干巴巴地问候几句就没话了 你再也没有过去那些话跟我说了 天昊 小燃 别说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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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昊 我也爱你 你不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我爱你 母亲 你真的不错 我爱你 再去 原谅我吧 我再也不回来了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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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天昊 天昊 你怎么样了 好 我马上下去 你等我啊 快快快 在哪儿去啊 爸爸 天昊回来了 在外面等我呢 你让他进来 爸爸 爸爸 我们自己的事 有钱自己解决 我先出去了啊 天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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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는 Tall莹 你怎么来了 她是你的帅子 我妈是我在这个世界最后的亲人 我只想回去和她单独在一起 不想任何人大叫我 请你理解 如果不是因为请假 我连何主任也不会说 你放心 明天我上班的时候 会和平常一个样 我不愿意让别人对我说 你解爱顺便 我对我妈的死负有责任 我没照顾好她 你好 爸爸 你怎么帮我 你把帮我去 我想结婚了 我真的想结婚了 天昊他需要我 是 他是需要你 他是需要给你解释 他回家奔上 他为什么没告诉你 他全都给我解释了 好 我完全理解 小彤啊 你觉得 你是他需要的那个人吗 我是 小彤 你将来被他卖了 你 你被他卖了 你都不知道 爸爸 您为什么老是要说这样的话呢 既然您已经接受了他 我希望您对待天昊 也像对待您的女儿一样 您为什么不能把您的宽容 您的仁慈 也分给天昊一些呢 难道您不希望您的女儿幸福吗 爸爸 从小到大 我的幸福都是您一个人给我创造的 但是现在我长大了 我懂事了 我想和我爱的那个人一起创造更多的幸福 我想有一个属于我自己完整的家 当然了 如果您不同意的话 那我们就简单的办 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够了 我有一个人 与伦子 爸爸 上一回 你已经试一次了 你也知道后果是怎么样的 你还想再试一次吗 你还想再试一次吗 好 好 小邹 小彤真的想结婚了 结就结吧 到二十三了也不小了 你不成天嫌她不懂事吗 这结了婚也就懂事了 她结了婚咱也少了伤心死 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 我没意见 是 对不起对不起 这件事肯定是我们的仇 我们马上处理 但老周 这个老何的情况你也知道 一个老律师了 又是个副主任 怎么说咱们也得给她留点面子 是不是 这样吧 我们把全部的委托费退回去 然后当面向这个当事人道歉 可以 如果真的产生什么经济上的损失 我们照赔 好 可是老周 据我所知道老何这个案子 他是赢的呢 会 会 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 有什么事 我们当面跟这个 当事人沟通 可以吧 好 好 谢谢您啊 您多兜着脸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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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见 老何 到班时来一张 听这口气 我像是他跟班的 接待 老周 你找我 有事吗 三副院的案子怎么回事 人家都告到绿衔那儿去了 没什么呀 就是那天啊 我去法院开庭的路上 堵车 晚到了一会儿而已啊 是晚到了一会儿吗 人家说你一直都没出现 那怎么可能呢 当事人撒谎 老周 老周啊 我跟你说实话 你老哥啊 我确实岁数大了 小灰呢 又新交了一个男朋友 那天啊 是第一次上门 你老哥一高兴啊 就多喝了一点 可是今天早上呢 你嫂子上早班 他 他忘了叫我 我就起碗了 不过 我确实是去了呀 只不过去的时候 正赶上他们休庭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案子不还是赢了吗 又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是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人家都告到律师那儿啊 你还要什么结果啊 赵老师 你先等一下 好 又不是第一天当律师 怎么可以在开机的前一天摊背呢 这所里的律师那么多 你给他们输了什么好榜样 再说这也不是头一招了 那上一回也是贪杯 为了谈判是不是 对不起 下不为烈 下不为烈 这下不为烈也成了你座右铭了是不是 你这么做不是丢你自己的脸 丢的是周在地上是我的脸 这两个字 那锁里 就开除我好了 好 喝了 咱们俩一起打拼 奋斗了十多年 好不容易才有这家律师师 容易吗 咱们得好好珍惜 是吧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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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率先不要太多了 这代理费 我们全部退归 如果有什么经济上的损失 我这 我当然按照你赢了 不会有 我说如果有的话 手里来负责 如果没有人提 我也不会提 如果有人有意义 我希望你开过去的时候 你能够检讨几决 我可能希望下午为例 老总 谢谢你了 什么时候什么事 你都替老哥兜了 谢谢吧 这个也下午为例 好 那先去吧 我今天我还等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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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坐 好 坐 听说你母亲去世了 怎么那么突然 对不起我 因为事情 出得很突然 我也没跟您打招呼 回去也没打电话 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理解理解 怎么样 事情都处理好了吗 你为什么需要帮忙呢 没有了 其实你不用着急着回来 手上的案子我可以 叫别人去做 没关系 我都处理完了 我现在家里是什么状况 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你从来没跟我提过 你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用这种好惊 你都不会做话 就好像 你 你要是地球二十 你 你什么东西 你 你 情况就是这样 母亲这一去世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那个 小童跟我说 你们准备结婚了 他没跟我说 看这孩子 他干什么事都那么轻率 那你呢 你怎么想的 我这下就剩一个人了 我当然很想有一个家 就是不知道您的意见 我当然也同意啊 孩子大了嘛 总是要嫁的 只是 只是我在想 你老家那边的那个风俗啊 那母亲刚过世 儿子就办喜事 这这 我当然 我说的成家当然不是现在 我们那边的风俗 起码要过周年之后 挺好 那不如这样吧 你去告诉小童 小童他 不懂这些事情 你告诉他 他会听的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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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啊 小童啊 你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就去跟你爸说咱们要结婚 弄得好像我急着要结婚似的 我 他说你了 没有 他就是问问我想法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妈刚去世 我现在就急着结婚这成什么了 你就是担心这个吗 没关系我不怕 小童你怎么了 小童你怎么了 我妈刚去世 我心情不允许啊 我怎么能现在想 天昊 我就是因为这个 才想赶紧和你结婚的 我觉得你一个人实在是太孤独了 让我陪着你吧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总比你一个人强吧 你是因为 这个才想跟我结婚的吗 你知道吗 你回去笨丧也不告诉我 我当时都快急疯了 当然了 这件事也怪我 我当时 也没有想到你那会儿的心情 天昊 因为我以前 一直都被别人宠着 我根本就不知道 该怎么去替别人着想 但是以后我一定会学 我会学会让自己爱别人 或学会让自己对别人有用处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 我什么都肯学 真的 小童你为什么爱我呀 你不应该爱我 我不管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宿命 什么事啊 说吧 什么事啊 说吧 我门关去 什么事啊 这么神了你 张力 从我病了以后啊 我都想得挺多的 你想什么呀 谁还不生个病啊 有个灾什么的 不不不 我这不一样啊 这没病的时候跟都好人似的 万一哪一天再犯 说不定我就没了吧 佩佩佩佩 你胡说什么呀 张力 我是个律师 做什么事情我都喜欢未雨绸缪 我呢 我想 先立个遗嘱 这好好的 立什么遗嘱啊 不吉利 要立 你怎么立啊 一切就按照法律规定来吧 张力 当了那么多年律师啊 虽然算不上是富人 但是咱们家也不缺钱是吧 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个 遗产上分配 你能够大度去 我怎么大度啊 你不刚刚说 要按法律规定来办吗 怎么又叫我大度了 这样子 婷婷虽然小呢 如果我不在了 她毕竟还有你 可是小童就不一样了 那我不在了 你什么人都没有 她不是也有我吗 那继母就不算母亲了 听听听你讲什么呢 我好好来谈这个问题了吗 对于这个遗产分配呢 我 我是这样子想的啊 这房子当初买的时候是用你的名字 这以后就归你 好 我们结婚的时候呢 我已经把我婚前的财产跟你讲得很清楚 按照法律规定这一部分你是不能继承的 她应该首先分成两份 那 属于小童母亲那一份呢 由我和小童共同继承 也就是说呢 小童首先由她母亲那边 继承了25% 那然后属于我的 和我继承小童母亲那一份呢 由婷婷和小童共同继承 那小童她又继承了37.5% 这样算起来呢 这婚前财产小童应该继承的份额 应该是百分之六十二点五 那对于婚后财产 由你小童听听 你们三个人共同来继承 那我估计一下 还有我师傅说的 有百分之三十七的股份 还有银行存款 股票债券 我不同意 你嚷嚷什么你 让给小童听啊 我怕谁啊 怎么着合着这个家里里外外 全是她的 你怎么只想着这个女儿 你不想想我和婷婷呢 那婷婷不也是你的女儿吗 我刚刚不是已经跟你讲了吗 这所有都是按照法律规定来的 这法律规定应该给婷婷的 我一份也没落下 什么法律规定 法律规定啊 你别拿法律来压我们娘俩 你凭什么以前的财产要分给她百分之六十多呀 不是已经给她解释过了吗 那其中有一半是小童母亲留下的 这部分你就不能继承吗 都是一样的女儿 你对婷婷可真够狠哪 你把小童养到二十三了 眼看就是要嫁出去的人了 可婷婷呢 她才六岁呀 你眼睛一闭走了 她不还得吃还得喝还得上学了吗 再说了 自从我嫁给你之后 你就没再让我工作 我怎么办 她工作了 那个吴天昊又这么能证 你给她们留这么多干什么呀 你还真把婷婷当小老婆养的了 你怎么越讲越不像话了 你像小老婆吗 你是小老婆吗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正因为是小童要结婚 所以我才想立遗嘱 给她一个保证 我是怕以后这些财产 爸 阿姨 您不用费心了 爸爸 如果您真要立遗嘱的话 我一分钱都不要 您全都留给婷婷吧 我已经长大了 我能养活我自己 我说什么你 这就是我的态度 吴哥 反正这个家产都是你挣下的 怎么分你说了算 不过我就想说明一点 那以前的财产 按法律规定来说 你跟小童她妈一人一半 可她就是一个中学老师啊 一个月就那么几个死工资 又一并好几年 她能挣多少 不还是你挣下的吧 你要分 得把心放在中间 小童已经大了 婷婷还小 要真有那么一天 我和婷婷就全靠这点财产了 你别忘了这一点 怎么分你说吧 还分 那分段日子能过吗 睡觉吧 小姐有什么指示啊 怎么了 天后 我想很认真的和你说句话 说 我决定放弃我爸的遗产 什么 昨天晚上 我爸和阿姨吵架了 是因为我爸要立遗嘱的事 立遗嘱 对啊 他们就是因为这个吵架 其实 阿姨就是嫌我爸留给我的多了 留给他和妹妹的比较少 我当时就进去表明了我的态度 我告诉他们 我爸的遗产我一分钱都不要 全部留给他和妹妹 你支持我这样做吗 不不不 我不明白 为什么 你父亲现在身体很好啊 为什么要立遗嘱 谁知道了 我当律师的都爱这样吧 也可能 跟他前一段时间生病有关系 天后你就告诉我 你支持我吗 从法律的角度讲呢 你 你继母你妹妹 你们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 那么你们家的家产 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份额 是你父亲的遗产 在这其中 你占三分之一 如果考虑到你母亲早逝的原因 那么你父亲所占的份额应该更多 也就是说你继承的应该更多 我知道 我学过继承法 但是我真的不想要 你知道为什么吗 第一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长大了 我可以养活我自己 第二 我想用这种方式向我爸爸表明 你跟我在一起 并不是贪图他的财产 我想让他深深的明白这一点 天后 我只需要你告诉我 你支持我这么做吗 嗯 当然 真的 那我一会儿回去 就把你的态度告诉我爸爸 走痛走痛 有一点我要提醒你 什么事儿 你呢 太单纯了 说实话有点幼稚 有一些问题 摆在你眼皮底下 你可能都不会注意到 比如说 由于你父亲的原因 你和我在所里 好像都有一定的位置 但是你知道吗 这种位置背后 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什么风险 啊